好,我們現在來做,讓你們做練習 我剛剛講過了,這些都以前都可以做 但是我希望你現在用功能原理去做 給一個圖,數數是4,末數是0 時間沒有,他告訴你緊瘦摩擦力還有滑行4公尺 請問你摩擦力及牛頓 以前是根據位移4公尺可以算出T 然後根據T就可以算出A 根據A就可以帶入F等於MA 這是以前的錯吧 我現在希望你用功能原理去做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變化,這個能量是動能變化 所以力量乘位移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動能的改變 然後就把答案算出來 希望你是利用功能原理去算的 然後呢他應該是幾牛頓 他應該幾牛頓,你的答案是多少 你的答案多少 OK,來看一下 你的答案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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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40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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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4號 你選4 你選4嗎 你有講答案嗎 你說10 你說10 那你說什麼啦 10 10,請坐 你的答案叫做10牛頓 5號 你選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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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变化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乘位移 所以呢 我们就往里面带 力量乘位移等于能量变化动能改变 莫动能减掉出动能 然后呢 就往里面带 力量不知道乘以4为什么挂负号 因为他做复工 他使动能减少做复工 莫动能是0 出动能2分之mv平方 数字往里面带进去 然后就一个一个带 答案就算出来叫做 石牛盾 所以呢我们的练习0次呢就是石牛盾 功能原理呢就是这样做 OK 下一个是练习05 然后呢差不多 初速呢是每秒8公尺 初烧然后滑16公尺停下来 摩擦力石牛盾改成问质量 跟刚才是一样的只是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位置数的那以前就是f等于mv 看你是知道m知道a求f呢还是知道f知道a求m就这样子而已 若是以前的话 那一样 我们就用功能原理去做 我们做工的方法是力量乘位移 这里有力量也有位移很好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改变能量是动能改变 末动能没有停下来0 出动能是2分之1mv平方 然后m你不晓得 就是求m v有啊 没出速每秒 8公尺 不这样子 所以只是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 其他的想法 都是 一样 其他想法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的质量是几公斤呢 他的质量是几公斤呢 停车站接问 这玩意的质量是哇锥 搞个帅哥男 帅哥男有吗有33 33 不知道 你就每次就站起来就跟我说你不知道就没事了 世界上真是美好 人生真是美好 只要站起来说我不会就可以 答案叫做 一样跟刚才一样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的改变 这一题是动能改变 做工的方法是力量乘位 所以呢 w 等于delta e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改变 然后做工是f乘s 所以f乘s 然后呢 磨动人减出动人 磨动人是没有的 因为要禁止 所以往里面带 力量告诉我10 力量告诉我10牛顿 位移告诉我16公尺 挂负号因为做负工 然后等于磨动人0 出动人2分之1mv平方 v有m没有 然后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就往里面一个 一个的往里面 带 带 答案呢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就知道呢 答案应该选的是b 这就是 练习0 跟前一题基本上一样 除了位置数的位置 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一样 就叫做功能原理 OK 最后的练习0 6其实不用算 这题其实是不用算 可是你用功能原理想 就知道答案 他说我有一个东西 只要10公斤出出是4 然后往前冲 往前冲 不然磨到b的时候停下来 磨到b的时候停下来 然后现在我要拉回来 我要拉回来以后呢 我的 速度也要是4 请问你 我的作风要几胶了 然后作风要几胶了 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有个80 为什么有个80 因为2分之1mv 2分之1mv平方就是80 2分之1乘以10乘以4的平方 就是80 也就是说这东西开始在A的时候都能多少 80胶了 OK 80胶了往前滑 滑到了b就停了 禁止了 我把它拉回来 要拉回A的时候还必须是80胶的动能 请问你我作风多少 这题其实不用算 这题其实不用算 可是观念有就好 也就是功能原理的观念有就好 其实是不用算 不用做计算 不用做计算 想清楚就好 想清楚就可以了 好 那你觉得答案是大于80 80还是一半还是1分之1 好 那个80是原来的动能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动能是80 然后 7 7 7号 你的答案多少 你要跟我讲你不会 这样太让我伤心了吧 你做 又再度证明老师教育是失败的 我说不用算 做工的结果是能量的改变 所以这里是动能改变 然后呢 从回到A点 低的时候是静止 A的时候是什么 有动能吗 对不对 所以要增加多少 要增加80胶额 就表示你最起码要做工多少 80胶额 但是有个问题啊 这过程是有摩擦对不对 有摩擦对吗 所以这个摩擦会损耗多少 80 会损耗掉 能量 所以呢 要多一点 你比他多 你要抵高他的损耗 比他多多少 大于80 我要你获得80 我就要给你80 对不对 可是你在获得的同时 你还怎样 损耗掉 但是要多给一点 你才有报得到80 所以呢就会比80大 我还会在进步 那他到底多少 他到底应该是做多少 从上一个选项 摩擦力摩多少掉 80 原来80摩到0 对不对 摩擦力 这段过程 摩擦力会损耗80 那你拉回来的时候 损耗80 还要得到80 那你要给他多少 要给他160 所以还可以让你知道 还可以让你去算他应该要做动作 他没有让你算 他没有要你真的算他多少 你只要知道比80大就 可以了 用功能原理的想法你看一看就知道这题也不用算 所以这三个题目 练习4练习5练习6 都是要你去熟悉 我们的功能原理 OK